然後到屬九 因為今年太歲雙刑 刑是非比較多 所以在頭副方面排第十二 所以除了范太歲充太歲之外 輪到李就排第十了 所以是一般的 所以感情方面不是很穩定的 有時太歲雙刑比充太歲更差 因為充太歲來講 代表離或走是比較極端的 太歲雙刑是有是非又不能解決 所以無論感情又好人緣又好各樣東西 今年都不是很穩定的 腸胃亦都比較差 所以熟羊和熟牛 有時我都忘記說腸胃容易出現問題 但熟狗特別容易留意腸胃問題 所以腸胃比較差是非比較多 尤其是農曆三、六、九、十二 這四個月特別要留意 所以身體和感情方面就一般 但財運始終都不錯 因為今年牛龍、羊狗這四個生肖 財運都不錯 所以財運排第三 但私人士肥特別多 吉星有天德、福星和攀岸 天德紅胸化吉 福星貴人星 攀岸地位提升又進步 空星短舌 容易口對口、面對面談、吵架 所以今年來說 吉星比較多、空星比較少 財運不錯 感情方面 今年就不要理會了 如果你已經有穩定感情 特別容易爭吵、吵架 感情不定 如果你單身的 很大機會繼續單身下去 因為今年桃花機會不是很大 生在3月6日、8月8日之前 因為仍在走運 是非來說 亦是逆流而上 沒什麼所謂 但如果你生在8月8日、3月6日之前 因為始終你是寒命人 今年又太歲雙刑 運氣來說 就看下降一點 雖然說財運排第三 可能是最後的第三 都是麻煩的 可能比人家好一點 也不是這麼樂觀的 今天來到屬豬 屬豬來說 今年財運排第十一 桃花排第七 為什麼財運排第十一 因為家一沒有人那麼好 又不是特別差 因為屬豬其實都比較平 因為今年牛年 你的豬叫太歲搖合 搖合都擁有遠方貴人輔助 如果你做的事 經常跟遠方接觸 或做外國人生意 今年都看高一線 又加上今年是翼馬天馬年 又有千年外出 變化之障 走動就比較多 今年來講 桃花排第七 因為始終你都叫做太歲搖合 合都是代表人緣好 各樣事情都比較穩定 無論人緣又好 感應又都比較穩定 只不過財運方面 可能要加倍努力 才找到人家一半的財 因為今年吉星得天馬 又不是特別算 吉星就是代表走動比較多 但是空星又沒有 空星到天狗 吊客都沒有特別代表 所以屬豬的 樣樣要靠你自己親力親為 努力就找多些 不努力就找少些 但是努力也要看你春夏秋冬 什麼時候出生 如果你春夏天出生的 平命熱命人 就可以努力一點 如果你8月8日之後 3月6日之前出生的 寒命人努力也沒什麼用 平穩過度這一年 等明年 2022年再薄都不像 因為2022到2021 又是你的天下 到最後屬鼠 屬鼠今年都不錯 因為2020 凡太歲 2021太歲相合 非常之極端 犯太歲又有悲觀負面情緒 經常有決策錯 不想起東西 想起東西都沒有好結果 或者想起錯的東西 但今天太歲相合 合格不穩定 人員好 一個很不穩定的連鎮 一個很穩定的連鎮 算是不錯 雖然說你財運排第8 但其實都不錯 因為如果你比起2020年 凡太歲一定好很多 但桃花排第4 除了紅年天在咸池之外 就輪到你了 因為合格不穩定 人員好 所以如果你2020年凡太歲 結婚或有寶寶 今年是正常的 如果去年一個不幸 凡太歲分了手 今年來說都要努力一點 雖然今年不是桃花年 但今年是太歲相合年 合的意思就是感情穩定 看看會否碰到以前已經認識的人 來到今年之後就會走在一起 如果走得一起 今年就比較穩定 除了今年太歲相合容 又有貴人人員好之外 吉星都比較多 有蜜月碎合和玉堂 蜜月地位提升 有進步碎合貴人星 玉堂都是貴人星 所以兩位貴人星 一個地位提升 胸星有太歲相合人員比較好 胸星有什麼 孤虛和病父 孤虛和孤神差不多 心情覺得孤獨不是很開朗 如果你去年分手 來到今年當然是孤獨不開朗 如果結婚或有寶寶 可能突然間情緒出現波動 因為結婚有婚後情緒問題 生嬰兒生了之後 比較過分擔心也不出奇 所以你孤虛是心情的問題 病符少就病不用理 但是因為2020年會延到今年4月5才完 這個病符可能農來1月2月 你都稍微要留意一點點 今年運氣方面 如果你生在8月8日後 3月6日之前 去年一定一般的 來到今年始終都好一點點的 雖然未真的行運 因為始終行運要2022到2027 目斗留來才對你有利 所以今年來講 雖然不順利 都比2021、2020好多 生在3月6日之後 8月8日之前 因為去年范太帥 可能破慢了你的運用 而決策錯誤 來到今年要努力進攻 希望最後一年 再爬升一步 這樣就好一點點了 所以屬鼠的你今年來講 桃花排第四 運氣就排第八 排第八都不是太差的 那自己跟自己比 2021一定比2020好多的 拜拜